今天继续带来国产惊悚漫画 宿舍奇人 故事开始 小明因某些原因到了F市的大学找好哥们儿阿光 来到宿舍楼后 小明就犯迷糊了 不知道是哪一栋 这时阿光刚好下来了 两人一见面就聊了起来 自打初中的时候 阿光就是小明最好的哥们儿 阿光不仅长得帅 学习成绩还不错 最后就考上了F市的一所重点大学 不过现在见面后 小明发现阿光销售了许多 整个人看起来也没精气神 来到阿光的宿舍后 小明似乎明白了阿光是为何变瘦的 小明和宿舍的几个同学打了招呼 结果那几个同学根本就不搭理小明 只顾着打自己的游戏 由于小明还要在这里待几天 阿光就让小明睡在自己的上铺 因为上铺刚好没人 将小明安顿好后 阿光就开始介绍他的室友和他的游戏战队了 阿光说他们几个室友都非常喜欢打游戏 于是就建立了一个战队 而大队长就是他 王哥 小明转过头一瞧 整个人都傻了 这个东西是一个人吗 好像一颗巨大的发霉的核桃啊 下一秒 王哥就说话了 喂 兄弟 你好啊 看来里面真的装着一个人 来到阳台抽烟 小明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的那个室友也太奇怪了 怎么住在一个简里面啊 阿光吐了一口烟 并讲述了王哥的故事 话说王哥这人比较宅 而且他又没有什么爱好 就是喜欢打游戏 从大一开始就没上过课 一直待在宿舍里打游戏 有的时候甚至一个星期都没有下过床 有一次他打游戏打累了 直接将被子一卷 室友们就问他怎么了 王哥却说没事 就是累了 想睡一下 后来当他拿掉被子后 室友们都惊呆了 因为王哥的全身都是简了 而且王哥依旧说自己没事 身体很健康 住在简里 看得见也听得见 而且也不影响打游戏 听到这里 小明就觉得非常离谱 王哥从来不上课 老师都不管的吗 阿光笑着说 老师才不管我们呢 毕竟我们都成年了 上不上课都是自己的事情 中午的时候外卖小哥送来了外卖 小明就很好奇 王哥也要吃饭吗 结果王哥直接从简的缝隙中伸出手 结果了外卖 并且将另一个盒子递了出来 小明惊呆了 这么快就吃完了 阿光淡淡地说 不是 这是一盒排泄物 小明顿时感到很无语 傍晚的时候 小明独自散步在校园里 然后一个妹子主动向小明打招呼 原来这个妹子叫做婷婷 婷婷 小明还有阿光三个人 初中和高中都是同学 而且婷婷还是阿光的前女友 而小明这次来F室 也是婷婷喊她过来帮忙的 两人坐下来后 婷婷就向小明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自从阿光来到这所学校后 她整个人就变了 之前阿光还是难求队队长呢 可现在她只顾着打游戏 甚至可以一个星期都不出宿舍门 看到她越来越颓废 婷婷非常担心 小明问 那你没有劝她吗 婷婷激动地说 我有劝她啊 但是劝了几次后 她就很不高兴 然后就和我分手了 我们现在有一段日子没联系了 谈到这里 小明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 肯定是和那个王哥有关 不过 把王哥的事情说出来 婷婷只会更加担心 所以小明就暂时隐瞒了下来 晚上 小明想带着阿光去酒吧喝酒找妹子 结果阿光表示不去了 等会儿要回宿舍和大家一起打游戏 紧接着婷婷就现身了 她拿着阿光说道 小明特意过来看望你 你就陪她好好玩玩吗 有啊 我陪她打游戏啊 阿光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的意思是参加一些户外活动 爬爬山 打打篮球什么的 说到这里 阿光就不赖烦了 原来你们是合计叫我出来的 还有 我和你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 说完 阿光就急匆匆地赶回宿舍去了 就在小明准备追阿光的时候 婷婷一把将小明拽住了 你看 阿光的头上出现了一条若隐若现的线 你说是不是那条线控制了阿光 让阿光沉迷游戏 无法自拔 小明也觉得奇怪 是啊 白天还看不见的 难道只有晚上可见 回到宿舍后 小明就看见阿光他们果然还在打游戏 然后那条线就更加明显了 更离奇的是 那条线居然是从王哥那里出来的 一共有四条线 分别连接着宿舍里的四名打游戏的室友 这样说的确是王哥控制了他们 毕竟王哥是这个战队的队长 怎么打团 如何抓人 都是王哥一个人说了算 隔天小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了婷婷 并和她商量着如何拯救阿光 这个网瘾少年 婷婷说不用商量 直接将那条线给剪了 小明有些尴尬 就这么简单吗 会不会那条线是非实体的 类似等离子一样的媒介呢 讨论完后 他们就来到超市购买了一把大剪刀 晚饭时间 小明就带着阿光来到了食堂 说请阿光吃一顿好的 不要整天吃外卖了 趁着阿光囊吞虎咽吃饭的功夫 婷婷小心翼翼的出现在身后 并拿出了大剪刀 咔嚓一声 阿光猛的跳了起来 并咆哮道 好痛啊 原来这条线还是挺硬的 婷婷的力气不够 根本就剪不断 看到是婷婷在搞鬼 阿光非常生趣 扑上去掐住了婷婷的脖子 就在两人拿扯之际 小明拿起剪刀 并用尽吃奶的力气 将这条线给剪断了 下一秒 阿光就安静的下来 她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掏空了似的 然后倒在了地上 送到医院后 医生说阿光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因为缺乏营养 需要住院一段时间 而且医生也检查过阿光的头部 并没有发现什么管状物质 就在这时 小明看见窗外有三个黑影 仔细一瞧 正是阿光的三迷室友 而他们的眼神看起来十分不友善 第二天 小明就回到了阿光的宿舍 准备将阿光的行李全部清走 因为婷婷已经通过父亲的关系 给阿光换了一件寝室了 就在小明拿书包的时候 那三名室友突然站了起来 似乎想要收拾小明一顿 你竟然把阿光搞走了 我们会让你轻易离开吗 是啊 少了一个人 我们还怎么组战队 眼看大家就要起冲突了 王哥发话了 放他走吧 他和我们根本不是同世界的人 那天晚上 我已经尝试连接他了 但发现根本不管用 因为他有自己的坚持和自己的理想 我无法控制他的思想 听到这里 小明有些气愤 那你为什么要控制阿光 阿光拥有一个爱他的女朋友 而且他的工作都已经找到了 为什么要毁掉他的人生 结果王哥却回答道 阿光的工作其实是婷婷父亲安排的 他根本不喜欢行政的职位 而且婷婷的控制欲太强 脑是让阿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 所以对于阿光而言 他和婷婷的关系早已成为束缚 你作为阿光的好哥们 不会连这些都不知道吧 好了 该说的都说了 你走吧 你继续追求你的理想 我们继续打我们的游戏 事已至此 小明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当走出那栋压抑的宿舍楼后 小明突然为那几个王尹少年感到可悲 如果阿光真的像王哥说的那样 小明是有信心 劝服阿光 让阿光突破自己 勇于走出自己的道路 至少不会让他为生活中的挫败找借口 最后作简自负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 鱼女解忧 下次再见